法国人吉雷米为台湾第一位 背三太子神像路跑环岛的外国人 他曾经在玉里安德中心担任志工 也因为神父刘一峰的关系 而认识了布农族传统文化 进而结合法国书商撰写出版 让我们来说布农语 目前他定居在高雄 应电视节目的拍摄作业 再度造访了浊西乡古丰村的布农族人 并且和部落齐老长辈 齐力地推广说族语 避免珍贵的族语文化消失灭绝 一下车吉雷米到地的布农族口音 向等候多时的部落齐老长辈问候 令他们惊呆 也随即以布农族方式 接待吉雷米这位老朋友 曾在玉里安德中心担任志工的吉雷米 也因神父刘一峰的关系 认识浊西乡布农族人 尤其第一次听到布农族 巴西布布时 全身起鸡皮疙瘩的震撼 令他难以忘怀 更视自己为布农族人 不但学说布农族语 以及传统生活文化 更以布农族语与法国双生带著作 让我们来说布农族语 结合法国出版式的 让我们说少数语言系列出版 把台湾布农族语言文化推广到全球 我常常说我上次 我是不小心在法国投台的台湾人 可是以前上一辈子应该是台湾人 应该是原住民 而且是布农族 其实是布农族 一听说吉雷米来访拍摄电视节目 古丰村部落齐老也乐于支持 协助这位老朋友 对吉雷米致力推广台湾布农族语 部落齐老听了有些汉言 也齐心努力 学习吉雷米的精神 一起来发扬布农族的语言文化 他这样子都没有忘记 所以我在这边 我很感谢他们 也感动 所以在这边我们真的 真的不好意思 感到自己都很不好意思 最后一场贵了 拥有台湾魂的法国人及雷米 目前和台湾籍的妻子阿布斯 定居高雄 认定自己是台湾布农族人的他 未来仍将持续推广 台湾族群的语言文化 记者是越南 昨季采访报道